台北市环保局研发全国首创照相系统 能够同时收集车辆的音量 并且拍下照片 只要噪音超过84分贝 就要倒减 如果不合格 将会处1800块钱到3600块钱 白天在马路上 三部19改装车辆呼啸而过 并发出很大的声音 这样的噪音如果在夜深人静时 简直扰人安宁 在台北市一整年 就有高达六七千件的通报案件 民众无奈表示 就算真的很吵 有时候只能忍耐 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很可怕 小朋友都会被吵醒 那你有检举过吗 没有 因为想说 咻一下就过去了 就忍耐一下 高噪音车辆现在只能靠路边拦检来取缔 但通常车辆呼啸而过 难以踩正 对此台北市环保局研发出一套全国首创的照相系统 在路边先架好量测噪音的器材 还有照相机 红外线光遮断器 只要系统侦测到音量超过八十四分贝 就会启动照相 掌握具体试证之后 环保局会通知高噪音车辆来受检 若检验不合格开罚一千八百元到三千六百元 而如果经过三次通知不到 将移送监理机关 环保局希望透过这项新的机查技术 追踪到更多高噪音车辆 尽可能减少改装车辆 恼人的噪音 接下来我们陈立峰台北报道